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n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有看了我的IG都知道我最近飛上海飛到瘋了 五個星期來了三次來到這裡 擠到少許時間當然要找一下吃 但是講到找吃 我這次又是在大眾點屏 又找了一間是裝修第一位環境第一位的 又上次看了我的影片 也知道環境第一有機會拿東西 但是我就是不順承 我又在大眾點屏找了一間環境第一位的新薑菜 就叫椰莉夏麗 今天就去試一試這裡 看看這個環境第一 是不是都會令到我出事 看看是否要等位 轉頭進去再晚安拍 我想說了是一個新薑菜 當然就會主要吃羊 我今天就叫了一個羊肉捲 兩吋羊肉串 和一個烤羊排 比較特別是這裡的羊肉串 可以逐算去點 羊排也是逐快去叫的 不會像其他餐廳 一次過要十吋八吋 然後羊排一次過來 其實可能四五塊 所以這間餐廳 我覺得一個人 一個人的份量都還不錯 就讓我現在試一下羊肉的菜式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吃 這個羊肉串 我叫了一個正常的 你看看這裡 有些羊膏 所以其實是酥的 我自己很喜歡吃酥的羊味 所以我覺得很棒 之後就一個羊肉串 放羊肉進去 很甜 我還可以吃 一會兒 吃餐廳 這個羊肉是很酥的 所以我自己是OK 最後就再吃羊肉串 吃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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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羊扒蠻一般的 它沒什麼羊味 也咬進口實在是太肥了 所以這個有點盡色 Anyways 讓我吃完再跟大家慢慢聊 坐下來說完結束 這次沒有重複了 喜歡到這間在大眾典屏環境 新疆菜第一名的耶利哈 你進去吃東西真的都可以 你給一個分的話 我會給7.8分 環境你看到這條片 真的裝沙得舒服 而且真的不錯的環境 說起吃東西的話 我會覺得羊肉串和羊肉卷 都是非常好吃 但羊排略嫌差一點 因為它這麼厚 咬下去真的很肥 羊肉咬下去沒有什麼味 所以可以不點 但這裡的好處就是羊排很羊肉串 你可以逐串 逐件去 所以你想試一下那樣東西 你不知道中不喜歡吃 都可以叫一件 那就不用迫自己吃很多 另外這個同事的服務都非常之好 落單又非常之快 大位 最特別就是她有表演 剛才片段都看到 會有一個挺漂亮的姐姐在跳舞 另外一個貼心就是她在表演之前 她也有一個宣布 就說各位我們就來表演了 當然很歡迎你們去看 但都看著身邊的小朋友和六人街 因為我們都會有些比較大聲的音樂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挺貼心的 如果大家來到上海 是走開南京路步行街這一邊 我都建議大家可以來試一下 上面有可以叫位 等一下等一下 剛剛就說到 如果你離開南京路步行街這一邊 耶利夏利這一間新疆菜 絕對可以來一下 特別來一下 如果你好像我那麼喜歡吃羊肉的話 真是應該來試一下 今天關於這間餐廳的分享 我們就先說到這麼多 喜歡這條影片的給個讚 我分享給朋友觀看 如果你也有吃過這間餐廳 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你的體驗 最重要當然是訂閱我 訂閱之後按旁邊的鈴鐺 一有新片出來 立即收到通知 今天這條影片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